比較多香的水座社區在一個一個禁酒 要來基盤關懷的浴室 當年社區的吉康媽媽作回來拔肉掌 準備要上課餐來的浴室家庭 吉康媽媽拔出來團統肉掌是吃香又好吃 相信收到肉掌的家庭 可以來感受到社區的關懷和溫暖 比較多香水座的社區 基盤就有五十個關懷的活動 在一個單位的幫忙之下 沒有社區的吉康家庭也能吃到肉掌快樂過節 做事團體通常在假日的時候 在節日的時候都是獨居 還有就是第一說他們沒有辦法想用這個快樂的節日 所以我們透過預言這邊來協助我們 然後透過水井村辦公室這邊來協助我們 還有我們社區的一些家庭媽媽他們一起來幫忙 社區的吉康媽媽祖長就開始忙 為了要保存1450粒在地傳統的肉掌 來給協助家庭 就算夠再辛苦也非常有價值 家庭辦公室我們前一張阿波就來社長 給我看了 把這裡一千一百四百五十粒 把三層肉 香菇 鹹菜 現場有很多為肉掌超過五十年的阿嬤 他們都非常日前 譬如是很開心可以做回來肉掌關懷一世 現在是我們口香水井社區在綁肉掌的活動關懷 我們地方的弱勢還有我們的獨居老人 那站在這邊一排身後的都是綁肉掌的年資超過五十年 我們現在的老手這些高手的那個綁肉掌的我們的阿嬤 我們日本的古代美的鹹菜掌 八五十年了 很好啊 綁苗很好的人 你爸爸怎麼會欠 不會啦 做得開心也會欠 你認識啊 人就來洗藏料洗鹹菜 來到水井社區可以看到吉康媽媽都很用心在保障 保出來的肉掌不然香而且也很好吃 相信吃到肉掌的協助家庭 也一定可以感受到社區的溫暖 跟大家做快樂過節 水井熱情 雙排又世大 去吃工藝 蔡鳳報道